小朋友對著螢幕不斷的拍打 消除從天而降的垃圾 另一邊的小朋友則是絞盡腦汁 要趕在時間歸零前 貧醜方塊圖形 希望能闖關成功 那些是垃圾 為什麼要撿垃圾 因為才能保護 除了魚蛙還有其他動物的侵襲地 他們從團體活動裡面 他們還有學到跟不認識的人互動 然後馬上就進入狀況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小孩子蠻缺乏的 根據研究小朋友在發育期間 若是能充分利用聽說看想動 俗稱無感的互動教學 對於潛能開發與智能發展 相信會有較大幫助 因此有業者選在台北市的百貨公司內 打造全國第一家 兒童多元智能體感遊戲主題館 透過了學者專家多年的研究 我們將整個的一些數據 以資料庫的方式 讓孩子透過這樣的體感遊戲 去呈現出孩子的一個學習的智能發展 這是我們目前花了40多 所投入精神所產生的一個產品的部分 結合體感科技與情境式多元場域設計的體感主題樂園 遊戲設計以南投普里桃米春生態場域 與藝術家黃海蒂的繪本為主軸 分別發展出各式各樣的體感內容 業者為了讓弱勢家庭與偏鄉孩童也能前來體驗 還捐出100場給需要的幼兒園 希望拉近城鄉教育差距 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凱波大臺北數位新聞郭忠明 在我們看到了